最近火车站飞机场都人满为患 特别多的人大家都在出门旅游 所以到这些地方人山人海一点不奇怪 但是有一个地方尤其在上海 还目前特别的冷清 这就是长途汽车站 上海还有不少的长途汽车站 但是不管哪个长途汽车站 现在都人烟稀少 这个车辆也少 以前高峰的时候有300多台大客车 现在急速的捡到只有50台大客车 覆盖的线路也主要是以像舟山啊 这些近处 但是高铁不能够到达的地方 这个受上海周边高铁网络的影响 大客车的生意遗落千丈 大家都在想方设法 能够把这个生意做回来 我呢是在英国做过一回大巴 这个大巴呢就是按照现在的这个互联网思维做的 叫Megabus 当时只花了一英镑 从遥远的苏格兰一直做到了伯明汉 那从博明汉再花一块钱做到了苏格兰 他的方式呢就是你到网上花这个钱 获得一个二维码或者一个一串数字 拿着这个东西打印出来 到上车的时候告诉这个司机 然后就上车了 司机呢兼做检票员 司机查验你们在互联网上下载的打印的这些东西 那都十几年了 现在应该扫个二维码就能上车吧 但是确实当时的这个英国呢 也面临这样的问题 就长途巴士没人做 只能降价打价格战 一块钱做巴士这样的事情 让我们是减了很大的便宜 不知道现在这个Megabus 还有没有在运营 但是用互联网思维来运营巴士 可能是解决长途大巴 生意萧条的一个最好的办法 同时呢 长三角地区 其实对于大巴的需求还是蛮大的 尤其是旅游 坐大巴旅游长三角 应该是未来的一个特别大的市场 那跑长途的汽车 其实也都相当于一个旅游车嘛 将来他们去开拓旅游市场 可能是非常方便的